以畫作為題材進行油畫創作 藝術家鄭君殿一系列作品 呈現人與大自然 還有生命之間的關聯性 在繪畫內容當中 神來一比的小天使 多了一隻小獅子 都讓繪畫作品充滿更多創造力 繪畫本身是一個繪畫性的作品 然後我們藉由這樣子的題材 藉由這樣的表達方式 表達我們個人對生命 對整個世界的一種想法 獨特的繪畫語言 嘗試著傳達更深的歷史文化意涵 這一系列的藍花作品 就是藝術家在東柏林旅行時 感受到戰後那股冷烈的氣氛 用灰色條紋象徵當時時間的縫隙 也讓他回憶起過去在金門成長時 那一段兩岸戰爭的歲月 我小時候一直到14歲 每天晚上都是還有炮擊 每天晚上七點多的時候都會 兩岸都會互相拋擊打宣傳單 所以其實這種戰爭的氣氛 還是一直停留在我的回憶裡面 同樣以大自然作為主軸 用過去的膠捲底片拍攝出來的攝影作品 像是太平山的作醬草 陽明山枯萎的香菇 都別具一番風格特色 和它的油畫作品互相呼應 然後過去的一片來拍 然後發展出這一系列的作品 那因為它其實有很多不可控制的元素在裡面 那往往就是會有一些意外的效果 然後這些意外的效果剛好非常符合我這次 這個展覽的這個主軸 透過各種繪畫技巧 在葉脈上可以看到水墨低畫的效果 邊緣刮過的痕跡 讓整幅作品充滿更多變化與張力 藝術家不斷挑戰自我 在畫裡追求更多可能性 也在當今中生代的藝術圈裡獨樹一格 日經衛視 林如 蔡一輝 台北 採訪報導 好